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欢迎大家利用我们的盘中免费call in专线 0800868365 0800868365 我会在这里尽我所能就我所学的提供大家 最专业也最及时的建议给您 好 我们先来看一下大盘指数 今天走势上稍微比较有一点点震荡幅度加大的现象了 早盘指数开高一度拉上去 最高来到9175 涨了52点 大家想说要来冲关9200要突破了 结果没有 大盘随后反而开高走低杀下来 盘中一度又大跌了78点 最低杀到9043之后 目前最新的位置来到9065的位置 今天指数这样拉上去 又突然出现个急杀 我想各位投资朋友 如果看我解盘 应该都不会太过于意外 还记得在8月8号那一天 这是我写给我全国会员朋友的分析日记 那时候指数来到多少钱 来到9150的位置 那一天涨了58点 我说当指数在这里创新高的时候 记得一个原则 买黑不买红 什么意思呢 提醒过大家 短线在这里 操作开始会出现震荡 很有可能会再过高先嘎空 那嘎完空 空头觉得受不了了 赶快补一补 然后空手的人又跳进去抢股票 要买进短多进来的时候 又可能会拉回再杀短多 这种走势最近都会反反复复出现 所以一直叮嚀大家 操作都要懂得步步为营 什么叫步步为营 如果要拿捏进场司机 记得以一个原则 买黑不买红为原则 红的看今天早盘指数 这样急拉上去 你要去追吗 不用追吗 你会懂得等一等 等到指数杀下来 跌下来 再来做进场 对不对 那包括在昨天 这是我在我Facebook 粉丝专页当中的一个盘后报告 跟投资朋友来分析大盘 都提到 这波指数涨到9200点 三支三波 已经涨了1201点 已经达成我在上个月 所规划的最小满足点的目标之后 这时候指标 已经到了高档警戒区 成交量也有高档背离讯号 所以在昨天 前天也都在叮咛大家 指数在这个地方 如果说出现一个 稍微一个拉回 不会太过于意外 对不对 所以今天指数 这样子先擦空上去 再擦短多下来 突然又出现一个震荡 我想大家应该都不会太过于意外 那接下来指数的部分 今天跌下来 很多人都说 盘那盘到底会往上还往下 如果说你真的 关心大盘指数的话 我都欢迎大家 到我每天Facebook的粉丝专页当中 收完盘 我都会针对当天最新的价量结构的变化 以及包括像筹码的数字出来之后 针对大盘指数 做一个最新的盘后报告 大家都可以到我的Facebook粉丝专页 去按个赞 就可以追踪到我们最新的分析 那重点在盘中看盘的时候 我都会叮咛大家 在这个阶段 尤其指数已经来到9000点之上 最重要的其实是要看什么 是要去看里面结构的变化 哪些股票 如果说在这地方 指数来到9000多点了 要站在卖方呢 如果产业趋势持续在下滑 业绩持续在衰退 股价相对弱势的 前阵子都叮咛大家 反弹你要早卖点 尤其技术面有大户在出货 转弱讯号出来的 更要居高思维 要懂得小心 这个谨慎 最好太弱则强 否则指数就算涨上去 你都有可能赚指数 赔价差 对不对 所以哪些股票 有大户在出货 转弱讯号出来 要跑呢 其实你会发现 为什么叮咛大家 一定要去做 它掌握结构的动作 举个例子 2月25号 那时候报纸消息告诉大家 太阳能需求供暖 那部分的产品 这个价格还会持续看涨 看起来是一个利多的时候 其实各位投资朋友 如果你看我节目看比较久 应该都会记得 早在半年多前 我们就再三叮咛大家 太阳能要十分小心了 因为那时候报纸爆出来的利多 我们发现到背后都有大户 持续在做出货的动作 技术面也都已经出现 转弱的一个走势出来 所以那时候再三叮咛大家 从技术分析来看 虽然报纸告诉你太阳能还会涨 但是接下来进入到第二季 进入到下半年 就会出现功过于求的状况 而且比市场预估的更恶劣许多 那结果呢 好 为什么当时要叮咛大家 你会发现 这半年多来 指数是一路的涨的 指数从7627涨到8840 又跌拉回来7999 再涨到9200上来 对不对 指数是这样一路涨的 可是你会发现 如果你现在还在满硕核 还在继续报 年初7000多点 它在600多块 到现在居然股价涨到9200的时候 它反而跌到390 为什么 原来消息出来了 第二季的获利 纪减高达三成 业绩除完大幅度衰退 那现在你看到业绩大幅度衰退的时候 股价都已经跌到400块以下 从6字头跌到3字头 已经跌了超过200块的幅度 对不对 是不是证明这个当中 如果你买错了弱势股 万一你买到那种大户 已经在出货 转弱讯号出来股票 或许当时报纸打开来 消息面都还是跟你讲利多 业绩还很好 但是到最后你会发现 大户原来早就知道 未来会有利空 早就先跑 那等到你看到利空的时候 股价已经早就跌下来 所以证明两件事 第一个弱势股 买错了就算指数涨 一样会赔钱 第二个弱势股 其实可以早一步知道 重点你要懂得方法 看懂大户在当时 高档在做出货 那不只说何 包括像这个上个月 也叮咛投资朋友 有观众朋友 call in进来 问软体股 游戏软体的心象 那时候我也跟大家讲 第二季上半年财报 虽然不错 但是股价在上半年来看 大户已经赚飽飽之后 开始来做出货 所以特别叮咛大家 要居高四围 要特别小心 那结果呢 这个月指数向上震荡向上 结果呢 心象反而从309块 上这个前两个月 还有这个300多块 现在跌到多少 跌到200块半 你会发现 指数在这里震荡向上 它的股价 居然杀破了月线 季线半年线 甚至跌到5个月的 一个波段新低 还句话说 过去这几个月 你还抱着心象 大户出货了 你还不知道甚至你还在继续买 那现在指数在涨 一样会赔钱 所以证明 第一个买错落势股 真的指数就算涨 一样会赔钱 第二个 那落势股 其实可以早一步知道 预先避开的 重点 你要去看懂 大户的动作 有没有在做出货 技术面的一个讯号 有没有转落出来 那如果说投资朋友 你不晓得你手上股票 是不是有大户在做出货 有没有转落的一个讯号出现 我们都欢迎大家 利用我们的盘中 免费Coin专线 0800-868-365 我会在这里提供大家 最专业最及时的建议 那如果是收完盘后 或是假日时间 你看到我们的一个 重播解盘的话 没有关系 我们也都欢迎大家 利用这个咨询的一个电话 留下您的基本资料 留下您想问的股票 现容老师都会找时间 亲自来帮您做好诊断之后 我们会请专人 给您最满意的一个答复 最专业的建议给您 好那重点这里的操作 好我还是回来提到 那指数在9000多点 我们不是说不能买 重点你一定要去精挑细选 看准目标才来做出手 找到那种不用靠大盘 自己就赶涨的好股票 那什么股票 可以不用靠大盘 自己就赶涨呢 投机股我们就不去碰它 重点我们就要去锁定 真正产业 具有最有爆发力的产业当中 真正具有竞争力的好公司 然后检视筹码面大户在进货 技术面转强讯号出来 这样的股票 我们才会在当中推荐给大家 那最明显的代表作是什么 最明显当然今年的代表作 大家都知道我们的智升科 在这两天大盘指数 昨天没什么动小涨4点 它股价跳空涨停板了 那今天指数你说 开高走低杀下来 我们看到智升科呢 目前股价又继续的大涨 盘中最高已经来到139块 又大涨7块半上去 又再度的创新高 对不对 那这时候当然我知道 你可能这两天 又会开始看到很多投雇老师 又冒出来了 说他也有推荐智升科 他的股票智升科也是买了就涨停板 那我都会叮铃佳佳 这时候就不要再去追 为什么不要再去追呢 你会看到当其他投雇老师 又在120又在130才来叫你去追智升科的时候 我们是什么时候开始带着会员朋友 这样子来做买进的 这是从去年开始 就已经逢低持续在布局 11月份 新汽车安全配备 新黑马继续锁定在智升科 特别会员当时都按照盘中指示 在大户进货成本60几块的附近 来做一个逢低布局 对不对 那买了不是马上涨 我不是像其他投雇老师 为了在电视上表演说涨停板 所以看到他涨停就去call 这个快要涨停了就带会员去追 然后电视上来做表演 我们当时股价都在六七十 这样买来回来震荡 那我们只要有低点出现 转强讯号出来 就带着会员朋友 低档默默的布局 甚至到了1月份 那时候智升科 其实也都又回到低档 我们都持续的 技术面跟大家讲 又有转强讯号出来的时候 逢低再度买进 对不对 好那到了3月份 这当中你会看到 大盘指数已经慢慢涨上来 涨到8800点了 那智升科那时候也从多少 从60几块这样一路布局 70几80几 涨到90几 我说不用追 但是等到拉回来的时候 好各位投资朋友 你会看到3月16号 我们又继续建议大家 又有转强讯号出现 依照盘中指示布局 甚至做加码的动作 如果你持股比率还低 然后到了5月份 520前 大家都在担心 哎呀小英总统会涨了什么 这个520魔咒会造成股市崩叠的时候 我们都持续在看好 智升科 时间结构多方控盘 波段位阶也比大盘强势 智升科领先大盘 站上月线 强势股记得拉回来 仍然站在买方 所以那时候股价涨到100块了 60几涨到100了 要不要卖 我还没卖 我还都继续拉回来 继续站在买方 对不对 甚至到了这个礼拜 你会看到股价 这是8月17号 写给会员朋友的分析日记 提到我们的会员 从64块一路的买进 买进一路的加码的智升科 现在收盘再度占上120元了 又准备来挑战129元的高点了 强势股就是一个原则 没有转弱讯号出来 继续抱着才能够越赚越多 我相信各位投资朋友 电视上讲智升科的投股老师 绝对很多 绝对不止一个 但是绝对只有县荣老师 能够带着会员朋友 从去年60几块开始来做买进 一路的加码 一路的一个抱着 那到现在还在继续大赚 唯一在市场上 能够去帮助会员朋友 大获全胜的就只有我们 对不对 那重点你会看到 这就是我们在做股票的方法 什么方法呢 做股票就是要这样子 等到股价大家都知道 我们已经不需要再去追了 因为你看到我们为什么 这样子一路的这个赚上来 因为我就是锁定 最有爆发力的产业 找出具有竞争那套公司 第一档大户在进货 转强讯号出来 就开始买 转强股懂得买 强势股没有转弱讯号 就把它拦掉掉 对不对 这样才能够大波段操作 才能够最后赚得到大钱 所以我有会员朋友这两天说 真的要谢谢县荣老师 让他股票升平第一次 投资报酬率超过了一倍 他说如果自己做资深科 可能有买过 早就不晓得卖掉几次了 只有跟着县荣老师 让他这一次真的能够 真的大赚钱 这就是我强调 我们在做股票的方法 那在接下来还有什么股票 我们待会再来做说明 现在在线上 先来接一下台北的李先生 喂 李先生你好 高老师你好 你好 请说 高老师各位麻烦帮我看一下 5245的资金 好 资金 这也是我们去年推荐大家的代表作之一 那我知道这档股票 最近应该电视上应该讲这阵子 这个今年以来 推荐他的投股老师也不少 很多人都在涨到100多块之后 带着会员朋友说他的一个OLED前景有多好 上半年的财报 这个暴增了三倍 那这时候我先跟大家讲 当然这些都没有错 OLED的前景很看好 那股价这当中 目前来看也没有什么真的在转弱危机 但是我会这么说 你想要再赚大大钱可能不容易 为什么呢 一个关键当OLED很好的时候 你什么时候知道的 你现在才知道吗 股价都从50几块 涨到199了 对不对 现在都已经涨到159了 换句话说 在过去一年当中 他股价已经涨了超过多少 不是一倍 是超过两倍的幅度 那在上市贵公司当中是这样 如果去过去的一波行情 或是去年的行情 过去一年他能够涨超过两倍 震荡整理之后 你说要期待他再翻个一倍以上 不是说没有 但是真的几率非常非常低 对不对 那这种状况纯粹就几率来看 你说你要在这里买至今 然后希望说又能够去大赚钱 难度就真的很高 那第二个为什么难度很高 我们再来看 看到至今为什么去年股价 能够这样翻一倍 因为基期相对是低的 所谓的基期不止说股价 去年因为我们买的时候 才50几块便宜 现在是150几贵 另外业绩的基期你要去考虑 你会看到我们去年 在介绍至今的时候 发现他营收正在大幅度成长 因为他原本一个月的营收 8000多万 甚至低的时候6000多万 对不对 所以当他跳升到1亿多的时候 这营收成长率都是4成 5成 6成 7成 这样在做起跳 对不对 可是当他营收 基期已经跳高到多少 1亿多的时候 你有没有发现 这里7月份营收还是有1.2亿 但是也比前几个月的1.5亿 开始滑落了 重点是去年7月份开始的营收 就已经是1.2亿 现在年增率有多少 还是成长 但是现在1%多 所以这种基期也已经变高了 你说要激望他业绩 再被分上去不是没有机会 但是在我来看 这里在操作 可能难度就会很高 顶多你在这里杀进杀出 赚点小钱短线可以 但是你说大波段 要在他其他赚个一倍 我觉得难度会比较高一点 这是给李先生的一个建议 所以做股票永远要懂得 回到我刚才所说的方法 做股票你要懂得掌握 最有爆发力的产业 去锁定有竞争力的好公司 低档大户在进货 转强讯号出来 所以一档股票 大家都知道他强势股 可是强势股也有先知先觉 有后知后觉的差别 等你涨到这个100多块 你才知道他是强势股 才去追那叫后知后觉 总是帮人家抬轿 不小心就买在高点了 就套在那里了 那唯有先知先觉 才能够大波段操作 所以为什么我一直坚持 一定要在大户低档进货 低档转强讯号出来的时候 带着会员朋友出手 然后这个没有转弱讯号 趋势成型之后 就把他拦掉掉 因为这样做股票 才能够成为真正的赢家 那如果说我们只有一档自身科 你说运气好 不是啊 大家都可以看得到 从去年至今 我们也是50几块 就推荐给大家 建林140几块 就推荐给大家 明太16块 就推荐给大家 对不对 然后起基70几块 推荐给大家 包括了最近上个月 最新的代表作6422的军药 对不对 也是在别人还没发现它的时候 我们就跟大家来介绍 介绍说它的电子保护元件 现在在电动车 开始这个需求大幅度成长上来 业绩又渴望爆发性成长 那股价也是在当时低档 就推荐给大家 又赚了一个大波段的利润 所以各位投资朋友 我们知道你在这里做股票 如果今年还没有赚到钱 我都会叮咛 重点你要方法就去学会正确的方法 因为只有方法正确 才能够像我们这样 自身科 自精 建林 明太 骑机 到军药这样 一档一档地赚下去 如果说您认同我们的操作方法 但是你又自己找不到 什么是最有竞争力的好公司 这个低档大户进货的股票 我们知道你真的需要我们帮忙 所以我们诚心邀请你来加入 县荣老师亲自带领的 极品操盘团队 想要掌握新世代汽车商机 大波段获利良机 记得极品操盘团队 会是你唯一选择 为了要庆祝智商科 这个礼拜再度的涨停板 创下了波段新高139元 获利已经超过百分之百 大获全胜 感恩回馈 我们这次原本在父亲节前 已经结案 现在再加一天 假日时间都欢迎大家 跟我们的服务人员来做联络 休息一下第二阶段 马上再回来 恢复家园时请穿雨鞋 戴手套 先做好自我保护 冰箱解冻过久的食物请丢弃 水要煮沸 食物要煮熟 积水一周就會生蚊子 廢棄容器要儘速清除 堆分警覺 堆分自我保護 陈通投顧高老师 极品操盘团队 入会专线 02-2752-5868 02-2752-5868 现时来电入会 让您轻松享有最专业的操盘服务 陈通投顾三大保证 第一保证正派经营 绝不和公司派大股东主力作手 勾结坑沙散户 第二保证诚信为本 以绩效诚信为公司营运主轴 第三保证带进一定带出 精选持股持股集中 保证带进一定带出 陈通投顾拥有股票 期货双振兆 带您领先动习市场 稳健获利 独往独立 陈通投顾值得托付 02-2752-5868 大家好 欢迎回到第二阶段的节目现场 好指数来到9000多点的位置 我都叮咛大家操作真的要非常谨慎 最重要的 你不要像个无头苍蝇一样 到处去乱追 当时看起来蛮热门的强势股 因为很多投资炮 这波行情到现在赚不到钱 为什么呢 你会看到是不是犯了这样的错误 到处去追逐所谓的热门股 当时看起来很强 然后运气好可能赚一点小钱 运气不好可能套在高档 AR涨追AR VR涨追VR 然后面板涨追面板 LED涨追LED 升级涨追升级 太阳能反弹也要抢一下 到处去追到处去抢 到最后你会发现运气好赚了一点点 运气不好可能就赔了一缸子 这样赚钱赚得到吗 当然赚不到 我会提醒大家 这其实不是一般的散户 电视上很多投顾老师也都是这样 每天你看到他在表演不一样的股票 为什么 因为就是这样到处去追嘛 真正要做股票要成为赢家 我都会叮嚀 投资你要像猎鹰 不要去当那个苍蝇 什么叫猎鹰呢 就是要看准目标 不轻易出手 看准才来出手 看准什么 去锁定最有爆发力的产业 找出具有竞争力的好公司 大户低档在进货 低档转强讯号出现 我们再来做出手 所以你会看到过去这一年来 我有带着会员朋友 像其他投顾老师一样 到处去追VR 到处去追AR 游戏软体股也要去抢一下 然后套牢了 就当作我没讲过吗 没有 对不对 所以我们这一路以来 就始终锁定在新世代汽车的商机 包括节能 安全跟智慧 现在我们看到不只Tesla 像福特 美国第一大车厂 也都计划在未来5年 准备要发表 所谓的全自动驾驶车 这所谓的全自动驾驶车 甚至不是说辅助而已 它连方向盘都没有了 连踏板都out了 完全的自动驾驶车 初步可能会作为共乘车队 或者是送货服务所用 那显示这一家 美国的第二大车厂 第一大是通用 第二大就福特 也正在这当中 在自动驾驶的领域 开始要迈开大步 那我会告诉大家 虽然这看起来还很遥远 完全自动驾驶 但是我们会看到 里面有许多的关键技术 已经都大量应用在 现在的许多的一个 新车的一个身上 这里面包括像 基于智慧汽车的主要技术 开始应用在ADS 像停车辅助系统 夜市系统 车刀偏离警示系统 前后防撞警示系统 盲点侦测系统 自动车距控制巡囊系统等等 这个部分 其实市场规模 正在大幅度成长上来 从2013年 2013年的时候就有多少 185亿美金的市场规模 到2018年 将增加到1650亿 你会看到 它就是一个十倍速的成长 里面关键的零组件 有竞争力的好公司 我会告诉大家 你只要能够去掌握到 业绩能够去未来倍数成长的好公司 股价真的就是翻一倍以上 都有机会 重点你能不能领先去掌握到 至今我们就是领先全市场 在50几块推荐的 对不对 包括了自身科从60几块 一路的买进加码上来 不是也是帮会员朋友 创造了倍数以上的利润 建林也是140几块 一路的做上来 也超过了100元的获利 明太的部分从16块推荐 获利也超过四成的幅度 企机还有包括上个月推荐的米君耀 你有没有发现 这个也都超过了两成 一档好股票 一档好股票 就这样开始来做加温上来 再接下来新的黑马 都会叮咛大家像这样子 ADS的新黑马 生产ADS跟自动刹车系统里头 关键的零组件 第二季EPS激增五成之后 随着ADS的渗透率 正在持续的提升 新产能也在开出来 业绩可望更上一场融 重点是股价底部完成 突破颈线 压回回撤颈线 清洗完融资符合之后 这很有机会 又是一个大波段的攻势 最近股价也都开始加温上来了 如果说投资朋友 您认同我们的操作理念 也想要跟着我们一起来掌握 新世代汽车大波段获利良机的 提醒大家极品操盘团队 会是你唯一选择 因为我们是市场上 唯一长线持续看好 新世代汽车商机的团队 唯一深入在研究 发掘一档又一档 像智升科 像智晶 像明泰这些好股票的黑马 也是唯一带领会员朋友 全力中压在新世代汽车族群的操盘团队 现在加入还享有别人没有的五大服务 教大家怎么样去分辨强势股弱势股 最终目标就是希望 你也能够跟着我们成为操盘高手 今天来加入的提醒大家 再给大家一个88回馈的专案 详细内容欢迎跟我们服务人员来做联络 我们下礼拜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未经许做联络 你不得到你 你不得到你 不得到你 祷福 你不得到你